加州州长Gavin Newsom最近的动作也非常的活跃 Newsom在独立日那天推出了他最新的 也是今年竞选的首支政治宣传影片 但是奇怪的是 这个影片并没有在加州播放 反而是从7月4号开始 在福罗里达州的福克斯电视台上播放 纽森这一支广告真的是帮助他竞选的吗 如果是的话他只要在自己的州里面宣传就好了呀 毕竟他要选的是加州州长 当然是要在加州宣传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必要跑到外州去打广告 而这个广告的内容呢 也不单单只是吹嘘他的政绩而已 而是把矛头对准了佛州州长Ron DeSantis 其实如果你们有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 影片中呢出现了两个共和党人 一个是川普另外一个才是Ron DeSantis 那这两个人呢是共和党2024总统选举呼声最高的两位 综合以上的这些因素 你就很难不认为说 纽森是不是真的想要在2024参与竞选总统呢 那刚才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这个广告的内容就是说啊 佛州啊夺取了人民的自由啊 州长Ron DeSantis夺取了人民的权利啊 然后欢迎那些追求自由的佛州人都搬到加州来 但是呢他的愿景与实际的情况恰恰的相反 因为加州在他的管理下越来越糟糕 单单在2021年就有超过36万人离开了加州 这离开的人中呢有相当一部分就去到了佛罗里达州 这个原因非常的简单 谁都想要追求好的生活 有好的安全的生活环境 有更好的商业环境 更低的税收 对儿童教育的保护 以及基于道德和安全的立法 加州除了天气好 没有鳄鱼之外 要拿什么吸引佛州人来呢 这里光是高房价就已经让人望而却步了 还有高税收 还有满大街的帐篷和路边躺着的街友 Dowtown满地的吸毒针头 日益上涨的犯罪率 觉醒的校园 贪污腐败的政客 以及越来越多的让人难以理解的法案 尽管已经糟糕到了这种程度 但是那一些在Sacramento的政客们 还是在继续的不断的制造 让我们社区越来越危险的法案 这些法案一个一个的在州议会里面通过 送到州长的桌子上面再被审批通过